好,二十三戰報,各位見面了 首先,林鄭月娥、鄭若驊 李家超和鄧炳強,我想已經到了北京 要開會,因為要落實國安法的詳情 為香港立法 鄧炳強也有份 如果照職務來說,他們低於前三位一級 其實如果你掌管這些前線 你的職位就是這樣 我用一個這樣的比喻 保安局局長 據我所知,在港英政府以來 都是沒有特別的車牌 那三個車牌就是CS、CJ、FS 即是財政司的3C 以及港督,即是特首,就是王冠 現在就是自經花,OK 就是那個車牌 但一哥是有車牌的 沒錯,因為他們自己帶兵那個 即是說你那個將軍,你的實際權力 是的,所以是不同的狀況 所以默克阿瑟都可以不聽 喊心豪威爾說話 沒錯,類似這樣 即是兵權在我手,天下我有 是的 這件事情也可以反映出 就是有人說為何要談 我覺得 那你砌香港立法 港版法你也要談 我想正正就是講了 八月前可能真的要搞定 今天我剛剛跟某軍吃飯 是的 他都應該很知道狀況 他說八月前一定要搞定 在選舉前搞定 是的 選舉之後是不是35加1 35加7是你的事 我先立了 我想在選舉之前 會將所有possible的人DQ OK 即是你覺得這個情況會是 在選舉前DQ了嗎 我覺得 和我知道 是 我覺得和大概 我是聽到十個八個人和我說過 這個事情 選舉前都會處理這些事情 OK 如果不是的話 難道真的任你這麼純單35加1 然後打爛所有東西 然後35加 你當我廢 即是你計算完數就是 現在譬如 常公子 我和你打 很簡單 我先滑起雙眼 握你出去 然後點點點點點點點 於是我就打低了你 你瘋船 是嗎? 對嗎? 還有你會還手 還手 當然是 他們大家的35加 搞完一大輪之後 現在這個 港共政權 或者這個 共產黨政權 就是紫老虎 我們什麼都不怕 然後我們就35加1 然後我們都拘毀了 發達了 然後我們推翻了 然後再去 再憑著香港 再去搞你 搞完港獨之後 再搞你大陸 再搞你 各山獨立 哇 原來你們當對方是跳完手 又不打 原來 原來你們大家是傻得這樣 我覺得是那些人 就是 人家當然會動手 當然會反打 對不對? 還有就算你 若然對方真的是紫老虎 也是一隻老虎 對不對? 紫老虎是紫來的 紫老虎不是老虎 老老實說 紫老虎就真的是紫老虎 病老虎就是老虎 是 OK? 紫老虎就是 真的是紫來的 也就是老虎 不是公仔 紫紮公仔 沒有威力 這叫做 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是 他們當他這樣說 其實一路都說法就是 你們那些人當有美國自要 就不用你中港 但是第一 那樣東西就是 當年某些黑社會大佬 是 全香港最大的黑社會大佬 在1997年的時候 突然被人家打劫 都被人家 就是手 受傷 我忘了 對 就是你官府在遠 拳頭在近 他現在關門打狗 就算是朝鮮 那個美國人在那裏撕了那個 那個 金青人 那個 那個 那個結果 打到 殘了 結果你都奈他不可 就是你們以為有人撐腰 其實那個人撐腰是很遠的 還有那個人撐腰也不是為了你 我都說了 你們是一些 很 低賤的 黃種鎮 你們以為 在他們心中 其實你們的黃種鎮 那些黃絲 是和一隻狗沒有分別的 就是 所以他們怎麼就是這樣去做 以為他們會撐你 其實是因為你死了 你死了 他們是不會覺得可惜 只要能夠拿到少許好處的話 嗯 他們的問題就是 你們那群狗是用來咬對方的作用 而你本身是沒有價值的 嗯 你明白嗎? 你的價值就是咬對方的 那如果咬死了新的狗的話 是無所謂的 哈哈哈哈 那個狀況就是這樣 我不會反對你這個說法 其實是對的 某程度上 那麼 我們講講那個 暴動官司的問題 那麼 昨天就是前天 第一宗暴動案就打掉了 一個19歲的年輕人 那麼打掉了幾個理由就是 裁判官就覺得 警察的證供就不可以相信了 technical 錯了 technical 錯了 那一宗是裁判官的 裁判官之前是釘了幾個的 所以他絕對不會 大家都覺得他是男官 但是問題就是 technical 錯了 你男官你都沒有辦法 正如你皇官 最多都是輕判你 不可以判你無罪 放你 那些 始終都有一些rules 你要遵守 就算現在很多官都是皇的 但問題是 你爺爺這樣弄到你 你多多被人夾住 你也要繼續做 是嗎 那這個是男官來的 他釘了幾個的 他之前釘了幾個的 是 而且好像釘得不輕 但是問題就是 你那件技巧錯得太重要 就是 這個就是經常都犯 我們說 經常都說 我有朋友說 他很喜歡打那些 衰十一 是 不是十一哥那個衰十一 是 另外一個 只不過其他人衰十一 因為有十一哥 他不是專門幫十一哥打 他也是專門打衰十一 他說 很容易 他說 你要搓兩下 那女兒是否真的 是她坐牢 怎樣 因為多少都有感情 你搓掉她的口供 口供前不低後遇 你就搞定 其實 我朋友 我昨天才見過他 青紅 他穿件衣服很漂亮 他說 這麼漂亮 他說 那件衣服很貴 這麼漂亮 那件衣服很貴 青紅就是最厲害做 cross-examination 總而言之 他也不用看你寫過什麼 原來你那些警察 全部都前言不第後遇 就搞定 尤其是你越是討厭那個人 你愛那個人 固然有關係 你越是討厭那個人 你越是想那個人 是 你越是容易甩的 因為你一甩他 你一定加多幾分 加鹽加措 加鹽加措 你加鹽加措 就被別人撞到你 前不第後遇 你就乖狀了 昨天我們在說的官司 第一就是 警察就解釋不到 為什麼被告的頭 被傷了 是 他明明上車的時候 沒有傷了 他的頭就解釋不到 第二就是 有些搜證的 就是明明在那個地方發生的事情 那個閉路電視一定會拍到 誰知道警方有沒有交過那條片上來 結果就是技術性錯誤 結果就無罪釋放 你如果講這件事情 因為我沒有特別看 因為今天我跟別人 下午也談過這個問題 他還說是技術錯了 如果這樣的意思 其實很簡單 就是打了那個人一身而已 問題就是 OK 我講這個大禮物好不好 是 你很討厭那個人 你抓他回來 你如果不打他的話 嗯 他入罪率的機會會比較高很多 是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打他 是 他而掉了的話 嗯 你就很吃虧了 是 那你說有吃不吃虧呢? 你明白嗎? 那問題在這裡 是 有吃不吃虧呢? 現在打了他就掉了 我都沒有吃虧了 OK 我講那個 如果你的心理 心理上是這樣 是 那我想說回另一件事 就是西灣河那個 中槍的少年呢 那也都 就是現在後翻 割了個被狀 那麼 現在就會被控這個襲警 搶槍 那也剛剛批准了保釋 那麼就 那件 那件 這件案件會跟進 那會重判他 不知道 就像你說的 吃了 吃了 我相信絕對不會重判的 是 因為你割了被狀 你入罪都 你入罪都 有一個很大的求情理由 是不是 我要講的 因為你講的 就是你先吃了 吃了粒粒粒粒 吃了粒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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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吃了飽了 那會不會再重判呢 那就不知道了 那麼 下一則新聞 都是關於23條 那麼老牌的英資洋行 儀和在大公報登全版 今天 那麼就撐這個國安法立法 英資來的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就這樣 有幾樣事情 因為其實呢 是在圍剿匯豐 咦? 跟匯豐有關嗎? 是 因為其實一直都在圍剿匯豐 就是說 大哥你找我吃的 你在我那裡找吃 在我那裡賺錢 喂 你賺在我那裡賺這麼多錢 講香港 是 你既然不肯就國安法表態 你算什麼意思 大公、環球時報都寫文章去罵他 即是說匯豐? 沒錯 即是圍剿匯豐 為何不表態 因為匯豐也有難度 因為他是英國第一大人 也有政治背景 但我認為匯豐是應該表態 匯豐應該直接去罵 直接去維護國安法 為什麼呢? 因為匯豐 除非他有變 因為匯豐其實是蘇格蘭 蘇格蘭人 所以他蘇格蘭成績獨立 我們是蘇格蘭人 我們是蘇格蘭人 和英格蘭人是不同的 當然 我們蘇格蘭是支持中國 但總之是怎樣 等於我支持英國和美國各席 我是英女王的忠實實 但特朗姆實在太賤格 他既然看英女王不順眼 所以我愛英女王 我才認爲他捨棄美國和中國人交換 他都有一些事情可以說 因為他簡直是蘇格蘭 但問題是他沒有這樣做 所以他儀活當然有少少是 儀活 因為儀活現在是最積極親中的 現在是新一代 他投資了幾百億 我沒有記錯 投資了幾百億的數字 然後上海 應該都是上海 因為不像北京 做一塊很大的地 所以他準備在全力發展 所以你們要去打美心 打吧 打吧 沒問題 我那裡打美心值得多少錢 還有一半是人家 還有一半是街的 你搞吧 你瘋了 我們才是大 那你剛才說 匯豐有英國的政治背景 難度兒和又沒有嗎 OK 它不是一個license 那一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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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最大的銀行 而銀行是一個專利機構 你一個專利機構 你那個 你承擔的責任是高很多的 因為他幫你那樣東西是高很多的 但是現在你以往 我在香港做生意 我在英國又不是說 又不是說什麼 英國可能地產有些文化 東方酒店有些什麼 那些 它不是 因為它是吸引你的政府的 就是說如果你在香港來講 你做一個地產發展商 還有你做中電 你的政治承擔是不同的 你做中電或做港燈 你的政治承擔比地產發展商大 而一個地產發展商 又可能大於一個 屈臣市 那些 雖然所有東西都是地產 是的 是的 如果你是電信發展商 你的政治責任是沒有那麼大的 是的 即是不同的 即是你電信商 政治責任是比較大的 如果這樣的話 如果大陸有這麼多東西在街上 那我就沒有政治責任 政治責任低很多 所以現在就是說 現在就是說 中國就逼李匯豐表態 那麼 英國人和美國人都是實用主義者 秘組來的 我們都是follow他 如果說實用主義者 英國人是實用主義者 美國人是他 英國人是他 英國人是說明他是實用主義者 而美國人呢 就有一個口號來實用主義的 所以兩個人不同 即是他 他發現了 你有口號去做實用主義是便宜的 是的 這個我會有一天去講一講 他講 怎樣做法是會令到成本去減少 而英國人呢 這麼赤裸裸的海盜行徑呢 是那個 成本是高很多的 是的 所以大英帝確 我什麼頂不住 所以美國才行 美國是聰明一點的 美國通常都會 我解釋一下 通常印第安人 那些 通常英國這樣 夾著印第安人 請你 可能就算了 就是殺了他們的人 美國會找印第安人 簽約 整色整水 那些 所以會好一點 有些 Document 拿手 總之他會懂得做些 因為他是進化了的食人族 美國是進化了的 而英國呢 美國是用刀叉吃的 英國是用手吃的 就是學長介石所說的 我贏你 北洋干佛 就是贏多了一個口號而已 就是這樣 是的 是 結果就是共產黨 再多一個理念 所以就是共產黨的 口號再加理念 是的 再加強文宣 就搞定你了 沒錯 就是大家路臨上去 好 講到美國 講到美國的暴動 今天開始進入第八天了 那麼昨天的局勢就大同小異 但是都 都不像會平復 那麼 聽說就有 一千六百的陸軍 和空港師就開始去保護華盛頓 因為需要的 因為激國民 國民警衛根頂不住 是的 但問題就是 逢親這個 我經常都講過的問題就是 香港到最後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解放軍會動手 嗯 解放軍會動手 而解放軍對於香港人 是不會手軟的 是的 解放軍在北京的時候就會手軟 可能會手軟 結果沒有 但問題是 因為他們是自己人 現在解放軍和香港人 沒有交易 而且香港人 黑暴 他們會很憎恨 所以他們會不會手軟 但是空降師陸軍 警衛軍 會不會手軟 這是不敢包裂的 因為可能如果他們這樣做完之後 政治局勢一變的時候 他們會被清算 是的 很危險 香港解放軍 香港解放軍不會出現這件事 是的 所以我懷疑 但是他們無論如何保護 華城還是很客觀的保護 是可以的 雖然 很多人認為 明天還會六四屠城 有人傳聞說 特朗普是六四陣 是的 我不知道 特朗普現在最難搞的就是他落後於拜登 是 選情 是 這個狀況 是 現在 這就是一個選舉 如果他一直等下去的話 應該到十一日都無法完結 因為很多人是想他死的 很多人想 很多人想 因為你選情 始終是選舉 民主黨會想 永遠都想 借過你的共和黨 是 因為他們那個民主共和 鬥爭的撕裂 其實是在奧巴馬時代開始 是 奧巴馬時代開始 所以 出來後 他們就要 跟特朗普 可能是要打殲滅戰 今時今日 無論是Antifa 或者是民主黨 或者是所有這些人 是跟特朗普打殲滅戰 所以 如果打殲滅戰的話 就好像 黃絲 要跟北京打殲滅戰的時候 就不惜把那個地方打得希巴蕊 就是說 我們已經 一個病毒 如果 譬如梅毒 那些病毒 感冒的病毒 很多時候 或者傷風感冒 那些是跟你的身體並存 是共生體 那些病毒是無所謂的 最多令你有點痛苦 但有些病毒是想殺死你的 譬如梅毒 那些是殺死你的狀況 如果你不理會 它會殺死你的 而 如果 你美國 這種就是介乎兩者之間 就是說 至少 他已經覺得 他戰勝對方 是更重要的 保存大局 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 你如果一直這樣搞下去 搞下去的話 他們的暴力會升級 因為其實 開始 最初的時候 是自發的 但是自發之後 就會開始有些政治人 會看到有些商機 是的 現在有些 剛才也有些片 說包圍白宮外面 有人請過魚 然後又說 有人蹲著 說自己是中國大使館 叫來搞事 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看著那些片 那就是 外國勢力插手 是必然的 如果中國勢力 但我真的不太相信 我絕對不懷疑 中國會很想這樣做 但問題是 我懷疑他有沒有實力 這樣做 因為美國其實 捉間諜是很厲害的 很難捉 不跟香港寬鬆 不跟香港寬鬆 美國捉間諜的狀況 那個 嚴厲程度 我想跟中國內地 是沒有分別的 我應該是不否認 大家都聽到什麼 中央情報局 聯邦密探局 那些 其實美國捉間諜 捉得很厲害 應該中國間諜 是很難在美國生存得很好的 尤其是你要去牽涉到武力行動 你不是先去偷那些 學術那些當然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現在武力行動 是另一回事 是完全是世界級 我懷疑中國有沒有那些能力 即是不跟美國在香港 那些都是Facebook和Twitter的影片 未必當真 大家千萬不要當真 什麼都行 但無論如何 都是說一件事 應該遺矫 Donald Trump這件事 就已經是成結局 拿回一些陳年舊事出來說 和潘根斯坦 和13歲的性醜聞 那些是很久之前 很久之前 我翻出來說 因為現在選舉年 所以選舉的時候 尤其是選舉打到斷兵雙接的時候 大家就要互相刀刀見血去做 所以有人會認為 如果今次特朗普下台的話 可能會坐牢 你如果這樣搞的話 我找回陳年明的刑事 你只要讓我一燒燒到你的刑事 你可能會坐牢 所以特朗普這個 這個就是他可能 因為特朗普呢 如果是背景 他不是一個政黨的 他現在來的 當然 你什麼時候是怎樣的 當然 當然要看尤其是 你看特朗普怎麼崛起 就知道 是嗎? 專程說他的 看完你就知道他 是嗎? 那現在不是太政黨 總之就是一個 不是普通人 就是出去做東西的 就是不是奧巴馬 就是開賭場 做完毒師 然後做完人權律師 然後就是從政 然後就是平暴清雲 一路參議院 一路選上去 結果就成為總統 不是那個 就是他的前半身 根本跟政治沒有什麼關係 這麼說 他前半身是做賭場的 是做賭場 你就知道了 OK 以及兇手做地產的 OK 你明白他是有什麼 就是他不是普通的富二代 就是他是有浪文氣的 所以出來的話 他如果要去做的話 他是會不惜一切的 是 他會不惜一切這樣做的 現在特朗普是有一堆死忠的粉 是 他那堆粉是很死忠的 所以 所以 就是要 olha 視他那堆死忠的粉 會是怎麼做的 但是也是 這個問題 你剛剛說 floating在場 雖然他要來台灣 要被人清算 都可以有大量黑線 可以拿出來 是 奧巴馬說 黑鑿爛都是肯定的 最熱ont role 你直接搞那些性醜聞 是像OK 你搞 是無� anthropology ��ования 不是他有很多相關 他不是自己是一單 VERY多相關 但是問題都是要搞一些 你不會去跟一些 一些恶運去搞一些未成年少女 或者開一些淫賤派對 或者是迷奸、強奸 你不會有這麼多醜聞 至少雖然你那些不知道是根還是假 但是你多這麼多單 可能是十幾單或者超過十幾單 你很容易,狗手必失會有一單入的 是,就算不入也要花很多錢去擺平 我想他不介意花很多錢的 錢對他來說不是問題的 雖然他當年曾經試過破產 沒有破產,差點而已 都是香港人救的,所以他很討厭香港人 香港人救他為何討厭香港人? 因為杜Sir打過絲 杜Sir說他吃了他,而且很丟假 中間那段過程,雖然被他攬著攬著就還未連 但問題是坐了大腿 但問題是中間據說是給他魚頭吃 跟他打一萬塊棒 因為他就說明知道他給不起他 所以他需要吃漢堡包 而是餐餐吃漢堡包 不可以告訴別人知道他富貴 他這樣做了 他現在也是 但是你在開會的時候吃漢堡包 很慘 那時候被彭叔和諾康帥 還有誰有份 應該是阿昌有節育 所以他應該很討厭香港 說開又說,Niklus那套說 Donald Trump的紀錄片 是完全沒有看的 這一堆東西是完全沒有提過的 是嗎? 即是所謂的Editorial 其實如果沒有那群中國人 沒有那群唐人 他已經掛掉了 是 就是香港人 香港人 香港人 真的在他們心目中 這些香港人 我就要把香港做到一片火 去報你和你報仇 拿你命 好,算了 那關於特朗普和彤叔 那些香港的瓜葛 其實現在網上很多 流傳了 大家隨便上去打 都可以找到 看的 Niklus那套紀錄片 有沒有提過那件事情 好,今集的23戰報 還有什麼要補充? 好 好,無由我們明天23戰報再見 拜拜 拜拜